欢迎回来新闻最聚焦 从今年年初以来 3C科技迷讨论最多的 除了苹果手机 相信就属台湾科技品牌电动车 GoGo Raw 这个被誉为 媲美特斯拉的台湾本土品牌 从产品面 价格面 以至产业面都带动台湾掀起一波 新创绿能产业的省思 12万8千元的价格 是厂商业者的暴力吸血 还是台湾绿能产业的绝地大反击 带您来了解 流线外形 有点酷似韦式派机车 2015年1月 美国CES展览前夕 一台看似不起眼的电动车 GoGo Raw 仍在紧锣秘虎测试 谁都没有想到 这个来自台湾的品牌 竟成为CES展览上 不可忽视的焦点 GoGo Raw是一个很酷的电动车 但最特别的 就是你不存在电池的电池 你把电池移转移车 能够新车的电池 它能够增加 一个新车 不是普通的车 它无法温柔车 能够升至62公里 距离60公里 通过电池站交换概念 取代传统电动车 充电思维 實現車電分離想法 接近破百的時速 也顛覆電動車過往 愁慢起不快的可白影響 無線鑰匙按壓啟動 Apple手機遠端控制 塑造GoGoRoad成為 科技與時尚結合的代名詞 下代海外聲勢 服役登台 就在台北市鬧區 設立試乘地點 僅僅三個禮拜 以口碑行銷 網路宣傳 登記試乘人數超過9000位 3000位試乘者中 滿意度高達97% 讓年輕一代 談到電動車 就想到GoGoRoad 不過好評的璀璨光芒 隨著正式銷售價格 12萬8000元的車身售價一公佈 加上每月899元的 能源交換電池服務費用 遠高於國內機有 125CC統接機車價格 導致網路反彈四起 民眾不免質疑官網 我是覺得它的功能很不錯 但是以實際那個金額數字 是有點高 有點偏高目前 12萬8000元是真的貴嗎 點名同類型電動機車進行比較 大陸牛電科技推出電動車小牛N1 每輛最高新台幣大約25000元 遠低於GoGoRoad的價格 不過性能方面 小牛N1最高速度只有40到45公里 GoGoRoad則可以達到96.6公里 荷蘭新創公司也計劃推出 Board智慧速克達 價格約7萬4000新台幣 續航力跟GoGoRoad有得一拼 同樣整合手機APP操作 號稱荷蘭版的GoGoRoad 不過從現行資料來看 極速也只有約45公里 對比短程電動車 GoGoRoad在電池更換速度 電力轉換輸出能力明顯優勢 而細心的介面設定 汽車等級零組件 都為產品價值加分 整體定位高規高價市場 專家認為就好像iPhone與小米 與其鑽扭腳尖在意價格 不如回歸本質 探討價值 使用起來就跟我們騎一般 白牌的摩托車一樣 夠快 夠方便換電 東西它沒有什麼價格 真的是貴或是怎樣 那是相對的問題 對 這是沒有錯 那如果大部分的人 已經覺得說12萬8 其實它負擔著騎的時候 這台其實並不貴 最重要是它的大型 一件事 我們很明顯是 這件事有關於 這些巨集會的需要 有更多能力量的 能量和輸出 在GoGoRoad 我認為最主要是 需要人們的動力 將自己定位為科技能源公司 不會沿生產電動機車 指示GoGoro跨足產業鏈 用來推廣交換能源的方式之一 行銷人Jason認為 GoGoro的電池交換平台 才是產業重心 高單價的定價策略 下好是為了與其他廠商合作鋪路 重點在於這個平台 因為未來就是平台的世界 目的就是像這樣 它是一個電能系統品牌原生的 一個示範性的產品 它要做一個交通產業裡面的 一個平台供應者 對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對台灣業者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想像一下 AA的電池交換器 為了消費電池產業 我們認為GoGoro的電池 我們智能電池 會讓我們智能電池 能夠讓我們智能電池 能夠讓我們智能 能夠發展的新興趣 品牌的经营非真朝夕 陆学森把眼光放到未来 初早已经定下了2015年底 要建置150座 涵盖双北市的能源平台计划 而面对网友质疑 价格不够亲民 也排版敲定将退出更多车款 以及一辆计价的电池收费方式 但是如何打破僵局 顺利开展台湾市场 竟速迈向国际 将会是未来台湾品牌 能否写下产业奇迹的重要课题